好的 来我们还是用飞行员吧 更稳一点 有人要睡了吗 晚安晚安晚安 确实啊 11点要到了 对不对 哎呀 迷之声这个前几天 白天的时候 楼里面一直在装修 都没有办法录视频 本来说好了想先录一下卢杜姆达赖的 然后再继续青蛙分数二 那这下的话就只能 先把青蛙分数二给录下去了 不然的话 这个要 这个真的要留着过年了 好 说真的像 子弹时间这种 会影响到就是说他在启动和消失的时候 会影响到你的这个手感 像我这种 像我这种 精力不足的 这个集中力不足的 我根本没有时间去看左下角 看他显示的那一个就是 持续时间 什么时候结束 OK 先打右边这个 等到我注意到他要结束的时候 说不定已经中了一弹 OK 好的 还有第三轮 你倒是多给我点钱就可以了 别的我倒不在意 我 我就求你这样打的话让我多赚点钱 我们看看这一关 这一房打完多少钱 打了半天一点东西都没有 好有钱 有一点 不错 才才16块钱 16块 真正16块 生气啊 生气 太生气了 哦 Boss房 Boss房 我们飞行员的打法呢 肯定是要先把宝箱都开了 再去打Boss 对不对 不是先把宝箱都开 先试着开宝箱 要有一个念想 对不对 你也可以 如果 翘锁器 开不了宝箱的话 就直接爆炸一下 对不对 嘿嘿 好 哎呀呀 我推着这个桌子走了 速度还有点慢 有点慌 哦有大史莱姆 先杀普通怪 两史莱姆对吧 哦还有 还有你啊 我觉得先把他杀掉比较好 不然我会 忘了 算了 谁先来先杀谁吧 大家 不要急啊 谁离得近 先打谁 可以 哎呀 哎三级箱子 哎 天呐 都很想买 三级箱子 好纠结呀 看脸嘛 对不对 看脸啊 这个 此时不看脸 更待何时 打不开我们就重开嘛 对不对 开 好的 开了 哇 磕水大炮 好枪 OK 然后我们可以买一个那个磨盒 不过 啊 水桶没了 是因为刚开始走位的时候慢了一点点 科学大炮虽然有各种状态但是不会有降水状态 买了他吗 买了吧 这边有对这边是有 但是老实说我这局要看脸 我待会准备用这个 哎 哇 还要从宝箱房里绕出去 我决定看脸 我决定用这个撬锁器 来开这个 哎呀 这个 要滚得远一点才行 藏房我也要用撬锁器开 OK 这边又没滚到位置啊 还是先滚远一点 好 往左滚 没问题吧 啊 这个 这种时候就很生气啊 就不能 就不能把这个盗弄的稍微快一点吗 你 我刚刚走位多走了一点点吗 这回没问题了 好 最近这个空间感真的有问题 要要代付老花镜 好好好 进来了进来 哎呀 太可悲 然后对了我要开这个了对不对 来我们先把壁炉给弄了不然 待会夜长梦多对不对 好 什么也没有 对了我要看一下隐藏房 就在这里吗 我们因为现在撬锁器已经复原了 所以大胆的选择去看脸 哎 真正脸好是不会让你一次成功一次失败 脸真的好就是全体成功 好的 不用进了 这边看起来又是宝箱房吗 这房间有点小二步五步 一点也不小很宽敞 还是一个普通怪 这个套路我都已经认出来 好 好